今天来到了水灶了 曹老师跟我们摇摇这个红极一时的铁甲为龙的杯子 它的工艺是怎样 龙是宣德龙 这个黄是焦黄 焦黄是红制时期的焦黄的发色 这两个不同时期 这里的最难点是 金花和黄又得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我不是想利用粘贴在一起的 发现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单纯的黄和金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大量的留白 所以我们又用了苗金 苗金以后还是觉得有欠缺 不够丰富 最后我们尝试当中发现了有一个白色 它能恰好的就把这个画片的层次感给它拉出来 但是白不宜多 它只能在浪花上面使用 也就失去了它花龙点睛这笔 我们说工艺的堆叠 越往后走其实是越难的 你看我们第一个我们有青花 然后我们有黄又 我们还有苗金 我们还有苗白 还得整个画片要看就非常自然 但这个杯子我觉得做的很贵起 而且很霸气 让大哥买了这个杯子回去说 看过这个杯子的朋友 没有一个说不牛逼的 这两个黄又的铁甲威龙杯子 一个机心一个牙手 你们觉得哪个更霸气 对啊 好吗 好吗